那俗话说十春九木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春代彩的版料装 十块有九块的水桶都不怎么好 那今天其实在大家看到这块版的话 你们可以肉眼可见的 这块版的种水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吧 它这块版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春彩在这一条线都是分割开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货头的位子 是一条冰子的肥水桩 已经被举走了 售价是16万 我们看到这个桌 这一条是标准的春彩桌 又带绿又带紫 那这种桌子我们一般都会做饱色处理 所以就从圆条那是最节省料子 然后我们再看它下面这一个 这个的话呢是飘到一模洋绿的 然后给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平安扣出来 也是价值不菲的 那现在我们去看一看 这块版上取下来的一条 北线手桌的成品是什么样子吧 这是一条诺宾种春代彩的手桌 真的很漂亮啊是吧 那现在呢 把这条成品手桌上手试带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不好意思圈头有点大 但真的是宛如出水福容一样绝美 那我们的小工盘除了版料还有什么呢 就比如说这种 你看这一种 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大厨口的手桌 其实它是男世代的一款 它像这种很多都是成品起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半山半水的手桌 那它其实那边的话 大家会给大家看到一个毛胚 这个手桌毛胚 肯定不会有成品那么光滑 但是成品的光滑 都是由毛胚打磨之后 进行的一个叫什么演变的 那现在我见到不少见的角度 破键观察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并不是很惊艳的这些画面 但是这种手上的就算租链是真的很不错 就是一看价格就很赶 很平衷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很多喜欢的 我都可以啊 我猜我手还在这块饼这么扯 那有多少钱 哎呦七千四 你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都不会买 但是还起过来之后就真的都是 刚刚看到那种成品手桌一样那种光滑超好看 然后这个小角落的就是我们的边角料转持 大家可能觉得边角要不滑 但是我手上这一块你看它标价多少 两分两个 这种水超好比刚刚滑 再看一看 然后它上面只有几颗珠子 但是像这种珠子抠一颗下来 加鸡是要多贵出的 中天大鸡的 这本身就熟悉的具有多样性的发露性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我手上这条手桌呢是我们主播的一个K的粉丝购买的 他现在是已经接到好运怀孕了 那这条手桌呢不仅是对辛苦的自己的一种嘉奖 也承载着他对新生活新生命的一种期盼 那我们的主播圈圈呢对此也是很上心很上心 就是跟我说明了他的很多很多的情况 然后也是多次催着我 因为我最近有一点点生病 那我能给他拍这条视频呢 我本人也是非常的开心 我们来看看他这条手桌情况怎么样吧 那小姐这条手桌呢是局部肿水翠的一条手桌 现在我们打灯整条手桌走一圈看看情况怎么样 你看现在这一抹色是不是真的要溢出这条手桌了 然后它整体来说底子是真的很细很细啊 那这条手桌上手的话呢就不用多讲了 肯定是很显温婉温顺温柔第一名 那小姐这条手桌呢我自己本人都很喜欢 因为它是做一个饱色鼠 你看它这个色呢都保留的很好啊而且很好看 那这条手桌大家喜欢呢是很显气质温柔高贵典雅的 因为它是一条绿绿的手桌 那我们直播间呢也会送到一个平安扣给小姐姐啊 就是祝福他呢生一个白白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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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宝宝 那我们也希望呢他收到这条手桌呢可以很喜欢 哈喽啊大家好我是一个专注于拍起货视频的老板娘 为什么这么喜欢拍起货视频呢 因为他真的就像女人拆快递的那种感觉 拆盲壳的感觉充满了惊喜感 今天的话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直播间的一位男性朋友 送给他老婆的七夕礼物真的 嫁这种老公谁不爱啊我的天 就算是给他做家务喜一幅微信感情愿 来看这条手桌 那他这一整条手桌的话呢底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呢他是有带淡淡的一点点底色 而且的话呢我感觉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飘花的 那他整个底子看起来很清爽 有没有那种清水出芙蓉的感觉 然后我感觉他肿水也是不错的啊 那我们这条手桌呢也是做的是保圈保料的一个数据 而且的话呢是应了客户小哥哥的要求做了加急 然后是当天直播间售出了之后 直接就送去加工厂给他加急加工出来了 那这条起货的话呢大家也看得到了很美啊 今天的话呢就已经是七夕了 快点来我视频底下爱疼你的男朋友给你买每周 前段时间呢我去工盘呢标了一批乌鸡的料子 那最近呢也是感觉到大家对叮当啄的呼声很高很高 那你看我这边呢是已经做出了一批的成品 那这个的话呢是钻石切割乌鸡小叮当 这个的话呢是乌鸡圆条小叮当 这个的话呢是乌鸡麻花小叮当有三种款式 那比如说你是想购入一款叮当啄的话 又想不出错然后呢又想要好看 那就应该选择我们的圆条小叮当 它是珠原欲润的 它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款 就是你任何年金都可以带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有一点点特色呢 但是又不高调不张扬的话呢 就选择我们有一点点工艺的乌鸡麻花小叮当 那如果说你想趋向于年轻化符合当代潮流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我手上这一款钻石乌鸡切割小叮当 因为呢它是有一百多个切割面 而且每一条手桌呢 都是每一个工人匠人匠心在里面的 然后呢它这每一个切割面呢 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下面呢 都是blingbling闪的 就是它会有不一样的独特的美 哪个女生会不爱这样的声音呢 喜欢的话点击头像 昨天呢有一个粉丝私信我说 他想找我定制一条手桌 我们约好了今天聊 那么现在我们来打个电话给他吧 哈喽哈喽 你好 就是你不是要找我定制一条手桌吗 然后我想听一听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是一个坊妈嘛 就结婚很多年了 年生了小孩 就一直会将你付出了很多最近刷的视频嘛 就找你定制一条手桌来考虑一下 那确实是坊妈都很辛苦 那方便问一下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吗 我的预算就在三千本 有一点的 哦 那你带多大圈可不出吗 四五五圈就可以 哦是啊 那正好我现在在公司 我现在去帮你找吧 等一会儿找到了之后再给你回电话 好谢谢 我让他们呢大概的准备了四盘手桌 我们来挑选一下 这个是很好看 你不要看他没有起货啊 但是这个 不服了 它是明粉 这一条的话呢 是一个五三的 这一条也是五三的 哦这一条还是很有性价值的 哦这一条也是五三的 我们先行看价 因为毕竟是宝妈妈 宝妈妈有了家庭之后 都不是特别特别 舍得为自己付出 一般都是会加你付出 哦这一条的话 这一条还是挺细的 就是在他要求的这个价位里面来说 算是不错吧 哦这一条不似的 就正正好好的是这个圈子的 这一条的话呢 就比较 就不是很适合我们宝妈 然后这一条 你看这两条相比的话 这一条它是 比较会有一点的 手机应该是调的这一条 好吧 今天的话呢 我们不拍喜欢视频 我们来看一块价值千万 只有有余人才能看到的春彩版料 像我们春彩版 而且种水这么好 而且呢完整度还非常高 我们画到了八十多座位的 很少见 就算在我们整个市场呢 也是非常少见的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个小知识 就是我们版料里面呢 裂和色啊 它是并生的 你看这些裂的地方 两旁都是有色的 比较明显的是这条裂旁边 你看这个浓郁的很难 那它的座位呢 也是贵的很难 为什么八十条手楼 它能价值千万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货头的位置 43号位 它单单这一条手楼呢 就100多万了 这不是我吹牛 你看这一抹绿色 就是它整个价值所在 就是跟其他区别 我看看31号位多少钱 31号位呢 它的价格是12万 这个的话呢 是103万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本质区别就是这一抹绿色嘛 所以说我们翡翡翡翡 带色就会对这个原因 那我们的货位位置呢 是68号位 你看这个 其实呢它卖的就是 这一块板的肿水而已 因为它 其实也不算有特飘了 就只是一个平平无息的小锅子 那我喜欢呢 还是这两条 半成组 3435 那它这一条的话呢 是底色呢 是占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它这一条的话呢 是这一肿水特别好 但是它的绿条都特别的浓 光看这块板你肯定 看不到它的价格所在 但是你看这两条 起了货的成品就这样 这一条的话呢 是真的也不算是冰子吧 因为它的色很浓嘛 有色呢就会压肿 那这一条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 你看这个绿色 哇绝杀了 我的宝贝呀 上手实在的效果呢 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看这个声音 我的天 惊天的声音 那它上手的效果呢 真是很富贵呀 那我的小叮当在旁边 就写的特别的渺小 虽然说这块板好看是好看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能理性消费 就是你不管是消费什么东西呢 都要在自己的消费范围内 看一条视频不是价值千万吗 那这一条视频的话呢 就属于两条手镯价值过百万了 来看看这一块 我觉得天空蓝师 所有翡翠顶级玩家的毕业礼物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一种 它厚度都这么厚了 你看得到我的手指在后面呢 然后呢 看它这整块板掉的话呢 它这里是有物层的 那有一些原始 它为什么会废掉 就是因为它的物层呢 慢到了这里 然后它没有划开 那还好这块料子呢 它的物层呢 还是划开了 所以一点都不可惜 不然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好看的手指了 现在我要打灯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一种打灯的效果 它的价格已经飙了上面 36万 平平无奇的 一道防守 这一条要贵啊 这一条的话呢 要更贵一点 它的数字呢 完完全全是飘反了的 然后它这里 你看它是有快一点点去 不然呢 它这里飘了一抹洋绿 打灯看看 一灯打扣整条手镯 然后呢 它这个板的话呢 是寒心的 就是说它这个手桌心的 也是送的 它单单这个手桌心 我想一想 不许给它去吃一两个平安无奇法 给它将个精 然后买去市场上卖的 好 这两个平安无奇法 价格就20万 这两条价格差别呢 不只是在这一小火绿色上面 而且的话呢 这条的话呢 棉杆呢 有点点连续的话呢 没有画开 所以说再会的飞飞也是有棉的 那本来是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画到一个手桌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能画成呢 打灯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它这里列实在是太多了 是绝对出在我们的飞飞手桌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物尽其用的给它车点珠子啊 平安扣什么的 价值呢也是不肥